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旋转俱乐部 我是主持人海洋 在这儿呢 我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节目的正确姿势是 一边收看节目 一边下载央视频 搜索旋转俱乐部 到我们的央友圈当中留言 那你的留言呢 还有很多你发的视频啊 等等 就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创业的想法 我有过 而且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一旦有了这种念头啊 就像心里长了草一样 是日思夜想这件事 魂不守舍的 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跟我说 说儿子 以你的头脑和实力 我觉得呢 创业这件事啊 你要抓紧 人生苦短呢 儿子 你有了创业的点子 你马上就干吧 凭你的智商 你是早点亏完 早点醒悟 我妈不懂我没关系 是吧 我去找我爸 我爸特别真诚地跟我说 哎呀 儿子 你能力咋样呢 爸心里都有数 关于你创业这个事啊 爸就一句话 那个好好干 爸无条件支持你 我说爸呀 太感动了 这么的 先借我五万块钱 我爸说那不行 我说爸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无条件支持我呀 我爸说是啊 无条件支持你 无条件 就是没有那个条件 虽然我爸妈不支持我 但是没关系 咱们还有朋友啊 当年呢 我是力排众议 我就开了一家创意餐厅 主攻这个深夜烧烤 这俗话说 一个好汉三个帮 我这人呢没别的 看得出来吧 咱们就是人女儿好 开完这个餐厅啊 生意还不错 每天晚上呢 都有一帮朋友 跑到我店里边帮忙啊 乐此不疲的 终于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我的这间创意餐厅 开了三个月 就倒闭了 为什么 就是那几个哥们来帮忙啊 他们实在是 太能吃了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朋友们 就是不听老人言 被人吃穷了就在眼前了 那么做一个 有社会责任感的创业者 我们才能在创业的道路上 走得长 走得远 走得更稳健 我有一个创业的朋友 非常成功 他就跟我说啊 一开始创业的初衷呢 是为了养家糊口 每天一睁眼呢 就想着如何养这个家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那你现在这也算成功了 怎么还这么忙呢 他一脸骄傲地跟我说 不忙不行啊 现在我每天一睁眼 我要养几十个家呢 下面的这个作品呢 一家子都是创业者 我们向创业者致敬 再往下点啊 在这儿啊 再往上点 这块 再回来点 这儿啊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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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放哪儿啊 就那儿就行 就挂点 下来吧 差不多得了啊 哎呀 我说那个小妹啊 咱俩到底谁是老板啊 你是老板 我说老板 你注意点行不行啊 咱们这公司 今天第一天开张啊 大家都挺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 该走的流程 还是要走一下 咱们一视同仁 你也参加一下面试 没问题 有个问题需要注意 你那个表哥 我的表弟郭自信 千万别让他进来 咱把门锁 千万别让他进来 安全 表哥 哎呀 我来了 不是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 窗户啊 你家不是一楼吗 我就知道你得堵门 但是表哥我有个问题啊 你家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啊 公司要抖壁的风格啊 不是 胡子信 你有事没事啊 没事你出去行不行啊 我有事 你不是今天创业第一天吗 发的传单 我呢来面试 你看 招聘起誓 我这一号 这是一号 来吧 开始吧 那个 一号稍等一下啊 二号来了吧 二号 三号 站着呢 也是我了 三号来了吗 三号 哎 也是我 四号来了吗 师傅 也是我了 五号 嘻嘻 六号 别喊了 别喊了 姜哥呀 你发的一到三百号的传单 全在我这儿 一张都没上 全给你拿回来了 我给你放那边去啊 早知道自产自销 我都多一印这传单 郭自信我跟你说你啊 不是我表弟 我给你踹出去了 就 闭嘴 表哥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就是说 我要是不是你表弟的话 你就不让我进屋呗 对了 怎么着 没事儿 我就问一下 哦 没事儿我就问一下 杨献 我宣布啊 哈 郭自信面试失败 出去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停停 彪哥 那个你来 我觉得你这个不合理啊 怎么不合理 我身为你表弟 我还没开始面试呢 我就失败了 你这是不是杀手 哎呀 彪哥 杀手可不行啊 那不把我也捎进去了吗 今天没有人来面试 那公司不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吗 那不行 那得面试 对对对 我们来一轮面试 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钱 OK 开始面试 好 小胡啊 你多跟我学一学啊 身为你二表哥 身上很多的优点 你有什么优点 你会什么 请听第一题 请问 什么是投资 小胡 投资 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 为了特定的目的 对方签订协议 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实现互零互惠 输送互信的过程 在一定时间内 向一定领域 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 或者食物的货币等价物的 经济行为 好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说得也不错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 问你什么是投资 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那你再说一遍 投资就是花钱 想买啥就买啥 你别控制 大大发发的 敞开了花 表哥 表哥 我说的怎么样 你说的不怎么样 你说什么呀 你说这是消费 我们说投资 你这东西跟投资 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表哥 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 说意思 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你挺有意思 你才有意思呢 你有意思 我没你有意思 你有你有 你有 你对你有 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 你们这考试呢 不好意思 第二题 评问 什么是投资心理 小胡 这题我也没背 投资心理 投资心理就是说 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完了 完了 阿姨 不自信 你说 投资心理就是 钱你扔进去了 回不回来不重要 开心最重要 回不回来不重要 那还投资干嘛呀 你还开心最重要 你还想开心 不是 表哥 不是 那你知道什么 是投资心理啊 我能不知道 什么是投资心理吗 下一题 不是 表哥呀 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心理 我说下一题了 不是 投资心理 下一题 下一题 你想听什么呀 我想听下一题 下一题 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 这回让你先说 不用 表哥 这回他先说 让你先说 你给他一个几句 让你先说 让你先说 哎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八个字哈 八个字 八个字 就是 钱得花在刀印上 八个字 你再数一遍行吗 钱得花在刀印上 是你手不好啊 还是我眼睛不好啊 我给你数一遍 你看着 钱得花在刀印上 几个字啊 他 八个字 七个字啊 郭自信 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花钱得花在刀印上 表哥 我就差一个花字啊 差一个花字 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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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 不服 表哥啊 我觉得你多少 你过分点 我怎么过分了 你说是 之前呢 你买股票 是吧 你一块钱一股 你买了十万股 涨到一块一 我给你卖了 但是我不也是 给你赚钱了吗 你知道那股票 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六十块 那还行表哥 咱们就少赚了五百八十九万 别算这账了 本来就够扎 这你还算账 还算账 你还算账 行 停表哥 气死我了都 表哥 我今天来 你看过你就不顺眼 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 纸上谈兵 一点意义都没有 要我说 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 投资你得赚钱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我还没有想到 不是 表哥 你问问他 有没有项目 你打他 你打他 小胡 你有什么好项目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你快点想啊 我知道了 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 这个项目吧 他得赚钱 你听这小胡说的 你在瞧你 你闭嘴吧你 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啥呀 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你语气不对 你属于魔广的一个 你哪有这 好比啊 我现在这有一袋螺蛳粉 怎么把它卖出去 看我的 不是表哥呀 你不能听他 他就卖不出去 他比你强 他强在哪儿啊 刚才他学的那 你来来 表哥 说了说粉了哦 今天我们说了的是螺蛳粉哦 说一口真香 脸说三口 关心提示我哦 说粉千万不要脸说三口 你别无聊 胡啊胡 你在螺蛳粉里边 好像是有螺蛳子 这份我真受不了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 这什么呀 我能卖这个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但是啊 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 OK OK 来吧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话呀 我看着就完了 走 这是啥呀 好吃的 好吃的呀 早餐 晚餐 午餐 夜宵 都能吃的螺蛳粉 螺蛳粉 今天多少 你说多少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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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钱上车 上车就上车 点点三点点三 把单点到二十万 点点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我看呀 表哥 这卖出去一单呢 卖出去啦 卖出去啦 大量进货 咱们就吞货螺蛳粉 咱们争取三个月破十万 五个月破百万 一年赏试 赏试 赏试就赏试 下来 下来就下来 爸 叔 二叔 你们三个在这超超什么呢 二叔 我们卖出去了一大螺蛳粉 对 爸 你看 我说我创业能成狗对不对 都已经卖出去一大了 是 我下的单 给啊呀 赶紧的 给我退 不是 不是 爸 板机是跟刚买的 哪能退 那不退能行吗 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 想着呀 下一单 鼓励鼓励你们 这不鼓励还好 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没飘 你们创业我支持 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 这么窝着 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 得走出去 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 再回来实践 叔 你说得太对了 哥 我觉得叔说得有道理 是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咱们应该呀 走出去 去这个螺蛳粉工厂 踩踩风 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对 太应该了 马上出发 出发 出发就出发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好迟到 今天得早 不可赏 两块钱 上车 上车就上车 不对呀 赶紧的把这当给我退了呀 今天呢 现场也来了不少男性观众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女朋友 面对着家里边 一衣柜的衣服 然后跟你说 呀 我没有衣服穿 有没有 我媳妇跟你们就不一样 她是每天都说没衣服 我就不止一次地问她 我说媳妇 你的眼神是什么时候坏的 这明明是一衣柜的衣服啊 怎么能没衣服穿呢 就是哎呀 她们都不搭 但是有一说一啊 我媳妇呢 并不是一个冲动消费的人 她每次花钱呢 她都会算账 但是呢 她的算法比较独特 别人算账呢 是加减法 她算账是厨房 比方说吧 她在柜台上 看到一双三千块钱的鞋子 她分析合适不合适的标准 只有一个 她就算了 一双鞋子三千 你一周穿三次的话呢 一个月就是十二次 一季就是四十八次 相当于每次只要六十块钱 如果能穿两季 那么一次呢 要三十块钱 如果能穿一年 仅仅十五块钱呢 十五块钱 得到一双三千块钱的鞋子 这么划算 怎么能不买呢 她呢 昨儿跟我说 海洋啊 今天那个商场换季打五折呢 现实抢购 我说关我什么事啊 钱都在你那儿 自己去呗 那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关你的事了 我一个人能拿那么多吗 身为一个爱妻人士啊 这个媳妇肯定是要赔的 咱们自己累点不算啥 那主要是为了家庭的安定团结呀 是不是 现在听说啊 商场里边都有那个老公寄存处了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 各位男性朋友好好看 看看你有没有共鸣 兄弟 让我也坐五分钟行不行 咱俩不都定好了吗 一人坐五分钟 好像动了呢 这样哥 咱再让他动五分钟好不好 我呀 我等不了了我 你 你动动吧 走 来不及了 还我 是不是还我 哎呀 没想到坐着这么舒服 爽 你是爽了 这可是我老婆最喜欢的包啊 他要知道你把他给扔了 他非得杀了我不可 不是大哥 气我 哎 等两两人气我 是不是 好 非常好 哎呀 别别别 哎 哎呦 爽 太爽了 你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扔了 我东西在这呢吗 不是 你拿来 你这上枪是不是 我给你撕 老公 刀 这是我最喜欢的包啊 啊 限量版的 你排了三个小时才买到 你自己都不知道心疼吗 我我我 关键吧 这不是我扔的 都是他扔的 他凭什么扔你东西 是啊 你凭什么扔我东西啊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他的东西啊 啊 你可真好心啊 不是 那个是 帮别人看东西 自己东西扔一地 没有老婆 这个主要是没地儿坐 有地儿坐我肯定能看好 哦 看东西累呀 没 一直站着他累呀 你的意思是 陪我逛街你嫌累 看东西你嫌累 怎么着啊 是不是跟我也过累了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不是老婆 我主要是怕你累 我的大宝贝 从小老师就问我们都有什么志愿 有的同学想当厨师 有的同学想当明星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就想一心一意陪老婆逛街 咱俩两年前才认识 你当时是想陪哪个老婆逛街呀 想陪哪个 我有几个老婆呀老婆 这老婆我给你跪 老婆咱俩 你看什么呢你可 那这么好事啊你 走媳妇 咱回家跪下去 哎哎哎哎哎哎真走啊 哎呀我可听我媳妇说了啊 十二点有一波大醋 买母劲打六折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可靠什么呀老婆 回下跪留脸吧 你给我站站 什么人呢这是啊 我这没见过 这什么人 平时你在家的时候 你抽烟喝酒打游戏 你媳妇是不是陪着了 现在只不过就是逛逛商场而已 就不能陪了吗 就不能忍一忍了吗 不是我现在我忍不了你 哎哎哎哎哎哎 就你这小体为 还敢对人动手呢 没有 我就 请 llama 你看看人家 是怎么当老公的 你学着点 人家也是陪老婆 逛了一天的街 对 可是你的眼睛里 看不出来一丝的疲惫 哎哎aa 加上你这样的好老公 老婆一定很幸福 还可以吧 你老婆在哪 我老婆在买手链 把全球限量四千条 就在今天玩 三楼 老婆你慢点跑 三楼吧 没什么老婆 干嘛呀 哈哈什么呀 哎呀 踩你影子我 你啥呀你 你给我死磕到底了是不是 行 非常好 我今天我就坐这儿 我等你老婆出来 等你老婆出来 我推荐她买手链 买包包 我就看你服不服 大哥 谁是你大哥呀 你一脸胡子光我叫大哥 大哥我做了就你 你得原谅我 你可不能再推荐了 大哥 大哥 你看 来 快穿上别着凉了 快快快 不是 这 这是不是没陪老婆好好逛街 你老婆给你偷的呀 那倒不是 我老婆逛街 剑步如飞呀 我赶不上她呀 不是 那 没留神 让后面小孩开小火车 把我给撞的 这伤是小火车给撞的 那小火车开的挺快呀 那倒不快 主要是撞的次数有点多 一共撞了三次 前两次 不是故意的 第三次 我是自杀 不是 哥哥 什么想不开的 你还自杀 你说我陪老婆过 这么多年街 我也没有自杀 来 快把我疼疼你吧 你说你真的是 你等一等 我打断一下啊 就是刚刚你推荐我老婆买的那个手链 是多少钱来着啊 六万五 六万五 小火车把你撞死了 小火车才起了 我也不想活了 不是 不是 不至于 不是 我活不至于 六万五啊 老公 叫谁呢 我媳妇 媳妇 我回来了 哎 不对啊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再排队吗 怎么回来了 哎呦 我排了半天队 给我累个坏了 哎呦 还有王法吗 啊 把我媳妇累坏了 媳妇 咱长志气啊 这个手链咱不买了 什么话 说什么呢干嘛 那一个手链 怎么能说不买就不买了呢 啊 嫂子听我的 咱雇人排队也得买 你试试什么 你雇人 雇人不得花钱的 媳妇 不用雇啊 你在这休息 我去排队 已经过完了 哎呦 都花完钱了 哎呀 就你这个 啥 拜 拜你早就该拜托别人替你排队了 看看 把你给累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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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演了 就你这种老公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我就纳了妹了 那一个手链值多少钱 这不比我老婆强多了 那王老婆我跟你说呀 一买就买限量款的包啊 哎呀 今天刚发售的 特别的漂亮 什么盘子来着 爱老 哎呦 媳妇 媳妇 哎呀 扯屏 什么扯屏 我告诉你 我可亏大了 不带你这样 你干嘛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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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你放手 哎呀 哎 我跟你说 原来我的生活也不是这样的 这一切都原我媳妇她的闺蜜 尤其是她闺蜜的老公 仔细说说 哎 就她老公啊 咱都不知道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吃饱了 撑的没事 干的 她是 闲的没事 她就买手表 买手链 买衣服单 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花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她消费了 我收得了吗 把我生活全打乱了 说到讲 来来来 就这个两个老婆互相攀比呀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老公 对对对 关键你老婆闺蜜 这老公也推不是人了吗 不是人 什么呀 这什么玩意儿 老公 哎呀 今天真是太巧了 哎 你看这谁 这就是一直给你说的那个好闺蜜 这是我老婆 原来你就是那个老公 我说迪迪呀 你之前总是跟我说 你老公对你特别不好 不舍得给你花钱 你可太烦二赛了 你俩干啥呢 对呀 这是 你这干啥 这啥姿势 怪呀 我谢谢她呢 应该谢谢 你看 你看这个手链就是你老公提醒我买的 你还跟 你也是 你总跟我说 你买包你老公的脸就拉得老长了 还说人家不在乎你 还说你买什么包人家都不注意 你也太烦二赛了 干啥呢老公 我们俩庆祝呢 耶 不对啊 我刚想起来一个事 你在三楼买手链 你在二楼买包 这是怎么遇上的呀 你怪不得你不长头发呀 你是真笨哪 那买完东西发个朋友圈不都看到了吗 哎呦喂 这买了好东西 不得第一时间跟闺蜜分享吗 拍个照片直接发给她 那买了新包 不得给我最好的闺蜜 看看配什么衣服合适 你老公是真笨定垃圾呀 啊 你说你没事干了推荐买什么手链呢 废话 那你要不推荐她能买包吗 不行 咱俩得统一斩线 以后可不能互相伤害 那关键是现在怎么办 现在 老公 聊啥呢 问你呢 聊什么呢 聊 聊工作呢 工作 哎 老公 你也太辛苦了 陪我出来逛街还聊工作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别累着了 没事 哎呀 佳文 不是我说啊 我老公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所有的工资都给我 哎 让自己还不乱花一分钱 还说陪我逛街 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是不是啊 老公 幸福 哎呀 我们家宝宝才好呢 一分钱都不乱花 全都给我 陪我逛街 让我买包 是不是呀宝宝 停一停 不是 我就想问问你 那你老公给你买东西是心甘情愿买的吗 那当然啦 那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 老婆别说话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老婆他有什么东西他在网上买就不行吗 我可不喜欢网购 妈呀 就你还不喜欢网购呢 对 这之前还好 都是我下班之前顺便给你取一后备箱快递 现在呢 啊 你是为了方便把快递小哥指纹录到咱们家密码所上了 别说跟我说老公咱们家内存不够了 把我指纹给删了 弄到我现在回自己家都得敲门 那我也给你卖东西啊 你给我卖什么你呢 我卖什么啊你 削皮刀 指甲刀 拼刀 螺丝刀 刀刀致命 那不是为了凑满箱吗 就算是凑满箱 我也可以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吧 老婆你自己需要的有这么便宜吗你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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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得知足 不管什么刀是不是 那不都是给家里买的吗 你别说话 哪儿呀 你忘了你忘了你跟我说你一见到你老婆来你就闹心了啊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老婆和他闺蜜之间有盘比心了啊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一见到你老婆你就想撞小火车自杀了啊 杀 行 黄毛你要这么想的话从今天开始分房睡 哎呦咱俩个千万别 哎 哎呀我这好事呢 妈呀快把他给成全了啊 啊 黄毛啊 你给我回家 我不回家了 行 我想通了 以后啊我就把家安在这个商场 买几块木头 搭搭搭搭就是家了 哎不以后就住这儿呢 行 黄毛从今天开始你别回家了 你就住这儿吧 我住这儿呢 我 哎 来来来来来 你呀咱俩一块儿躲 是邻居 再来商场就不用早起了 躲 你同意了 不是我拒绝呢我在这儿 夜 夜什么夜不是我在这儿 12点马上就要到了 请参加大厨的顾客 你不至于商量 我乌克兰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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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走 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 哎呦太没意思了 我来这儿商场都16个小时了 谁不是16个小时啊 哎呀 你翻死了 我来这个商场已经40个小时了 我才8点我就来了 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啊 那你媳妇是把你忘了 我有人质 对 咱有人质 这样啊 你放心兄弟 咱12点大醋结束之后 立马就能回家 回家 不可能的 三点 还有一波大醋 这个商场的大醋 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接着一波 你俩赶紧找个购物袋盖上 好好睡一会儿吧 这么说的话 哥们啊 你往那边挪一挪 你搂我睡一会儿吧 来吧来吧 哎 你愣着干嘛呀 快睡吧 不行 我还得让我媳妇再买几件 就这点蛋 它不够盖呀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啊 这个你们第一次拜见岳父是什么感受 哪位跟我说一下 这位穿红衣服的男士 我第一次见岳父的时候 他刚开始给我倒了杯茶 很客气啊 对吧 然后让我把身份证拿出来 让他看一下 看你身份证 那你应该没有40岁吧 我才29 那我也就理解你岳父了 还要你说说你第一次见岳父的时候呗 我说什么呗 我说什么呗 这个我第一次见岳父岳母啊 我特别紧张啊 脸红心跳的 就是比第一次牵手我都激动 然后一进门呢 手脚冰凉 我这大脑一片空白 口干舌燥的 我就只会对着他爸傻笑 然后我就结结巴巴的说了一句 那个叔叔您好 您贵姓啊 然后我一紧张啊 没想到我岳父呢 比我还紧张 客厅呢 就我跟我岳父俩人 他就跟我说 海洋啊 你别倒茶了 你坐下 歇会儿啊 那个 你嫂子做饭呢 等会儿咱们哥俩喝两杯 哎 就这样 他爸呢 多喝了两杯 就跟我说 那什么海洋啊 我看你很有自信呢 胸怀宽广 想必以后必成大气 我这女儿交给你啊 我也就放心了 咱俩整一个 听得我那个高兴啊 我说叔叔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必成大气啊 我说对啊 还要你说 你瞧你长那个熊样 瞅你这小个头 哎 就你也敢追我女儿 就说明你这个人不简单呢 哎呀 但是自从我也当了父亲之后 我全都理解岳父是怎么想的了 我岳父在婚礼上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当时让我泪流满面 他说海洋啊 我女儿的脾气不好我知道 这都是我惯的 但是 你不要让他那么快长大 希望你能继续的 像我一样 好好疼爱他 接下来这个作品呢 讲的就是准女婿和准岳父 斗智斗勇的故事 我们看一下 在《三九军夺战》第一部中 王森薇带什么酒去见女友闺蜜 而经历了一番纠结 这次是要面见女友父母的 他完全不知道 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 去见你爸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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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皮快醒醒 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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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叫醒的方式不太对啊 哦 不能啊 平时我都是这么醒的呀 你可拉倒了 啊 我有个朋友 叫香斌 那起床气老大了 随便摇一摇 砰 就炸了 要不然试试人工呼吸呢 那能行吗 当然行了 啤酒就得对瓶睡呀 我来 行了 行了 失态了 失态了 哦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多磨啊 废话 刚才这么晃我能不起磨吗 怎么能教我 到闺蜜家了 到老丈人家了 啊 刚刚接到领导的电话 让主人今晚过去 哪个领导 喂 宝宝 这个领导 又怎么了 什么叫又怎么了 不就是让你今晚陪我去见我爸妈吗 你什么太多你 你到底去不去见 三 二 我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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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 记得带瓶好久过来啊 今晚把我爸陪好 咱俩这事基本就能定下来了 哎呀 哎呀 这下好 这下是真接了个大活啊 紧张 小红 落白 就今晚这么重要的场合 必须得是 你哪去啊 我就不参与了 哎 哎 哎 平时你不最喜欢争吗 这回你怎么不争了呢 说不去就是不去 都不想去是吧 很好 老办法 举手表决 同意今天晚上老白去的 举手 很好 2比1 老白你去 你给我等一下子 找到了不都定了吗 统一小皮去的 请举手 你去 很好 2比1 小皮去 小红 你有毛病啊 嗯 你怎么还能举两次手呢 哦 我的天哪 我这不是有两只手吗 反正这只闲着也是闲着的 这给你闲着呀 这给你闲着呀 行 同意今天晚上小红去的 都不用你举手 我双手赞成 我这更闲 多余整这橱子里头 哦 我的天哪 快听听你说的话吧 小皮 我可真是人红是非多呀 你可真是闲着呀 一举手你就 看头表的 不能这样啊 行了 不就是见个未来岳父吗 多大点事啊 要不再吵吵呢 宝宝啊 宝宝啊 你可算接电话了 我不行啊 我还是紧张啊 你说啊 我见面我都不知道跟他俩说啥 万一你爸你妈没看上我 你爸喝多了再给我踢出局 小王啊 圆圆下楼丢垃圾 他没拿手机 我是他妈妈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出局啊 阿姨好 我刚才说去您家想吃鱼 行 那阿姨啊 一会儿给你坐 谢谢阿姨 那我一会儿就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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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完了吗 老张儿那关还没到呢 舍老丈母娘这儿了 哎呀 面都没见我 可是提上要求了 吃鱼吃鱼 我这个破嘴 我就是多鱼 我觉得那个叔叔阿姨没说 爱吃鱼是吧 我觉得还是小脾气合适 同意 嗯 真不行 这把不是我谦虚啊 那平时主人领我出现 都是跟哥们吃饭 一喝多一上头 我那嘴都没有把门的 那这样 一会儿呢 我来扮演一下主人的未来岳父 老白你就是主人的未来岳母 小皮你就是主人 咱们来模拟一下 假如主人带你去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感受一下氛围也 行 那试一下子 好 哎 叔叔阿姨好 我是圆圆男朋友 小娃 你来了 快 尝尝我刚做的鱼 谢谢阿姨 尝尝啊 这孩子 嗯嗯 香啊香 这啥叔叔阿姨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啊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给你们喧一个 好 看叔叔这意思好像对我不是特别满意 是不是叔叔 没事 我再来一个叔叔 我来我没有了 来 来 大姐你不能喝就别吐枪呢 这孩子喝点 咱也别说了啊 我叔 海量 哎 厂量叔 我醉一个来 来 我赔一个 哎 你俩 哎呀 慢点 老爹 大哥 这倒什么辈子 你别管啊老妹 我跟你说你以后你就把你闺女啊 放心交给我 等你百年之后 你那点存款 财产 房子车子啥的你都给我 我给你寄成了 给你拿门的明白白的我 有这话啊 大哥 心里放心 来 来 再来一个 来来 你放心什么呀 啊 都给你说没了 你们俩不纯就蒙子吗 啊 你 要车要房 你要上天呐 就是你要疯啊你 不是小红 你怎么还说上我了 你刚才喝的别挺上头的嘛 我就说我去不合适 真整不好整这厨子多吓人哪 带你去是不太合适 嗯 小红 你去 嗯 合适 嗯 你坐这小红来 嗯 你就看你这气质 长辈们都喜欢你这样的 斯文 如雅 哦 哦 我跟这词根本就不沾边啊 你多少沾点 嗯 这样 我俩陪你练一下 这回呢 我来扮演主人的岳母 老白你是岳父 你是主人 好吧 好 叔叔阿姨好 我是圆队男朋友 嗯 给叔叔阿姨带了瓶红酒 哎呀 你说这孩子来就来 别这么客气干啥 还拿东西 快进来来 坐 哎叔 哎呀 坐 哎 哎 哎 那是椅子上长刺的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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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玩啊 哎 叔叔 你们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呀 就我一个叔叔 哦 就一个 哎 挺好 说话呀 啊 小玩啊 哎 你结婚了吗 听你说的是人话 我第一次见女婿我也紧张啊 小玩你说 我还没结婚大爷 你不纯有毛病吗你 这天让你流的也太干了 没办法呀 我这不是干红吗 还是得老白去啊 我去那不更干吗 我是老白干呢 你哪是个走包子呢 你听出来了 踹鞭子去呢 干啥呢 研究一下主人今天晚上带谁去行不行啊 什么时候了都 还是得老白去啊 老白还能泡药酒 合适 追踪下绕了 属于是 长辈都喜欢那玩儿 你看看 嗯 而且你有知识 有见识 有涵养 有素质 嗯 有道理 那我是谁啊 我俩陪你练了 这把我来岳父 好 啊 那个叔叔阿姨好 我是圆圆的男朋友 啊 为二老带了瓶白酒 来就来嘛 还拿什么东西你说 那我拿走了 哎哎 这啥呢 老白 给人拿东西还能拿回去呢 哦 你看看 我这平时都习惯了 手一手 手一手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啊 叔叔阿姨好 我是圆圆的男朋友 给二老带了瓶白酒 来就来嘛 还拿什么 这把就跳过吧先 你直接过来 小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啊 叔叔 我是做IT的 啊 那没找IT吧 叔叔真幽默 我现在是公司的副总 呦 手底下现在管多少人呢 哦 不多 就一百来人吧 哇 是不多 知道叔叔退休之前 手底下有多少人吗 没听说过 你在旁边捧跟着你啊 叔叔退休之前呢 每天手底也都得管几千号人 那叔叔厉害 是 是厉害 在咱们家小区当保安 这就是退休了 等新区建成了 能管好几万人呢 是不是 你老捅过干啥呀 啥话你不跟孩子说 这些年你往家里拿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没得说 这些话别说了 小王之前出过几个对象啊 远远是我的初恋 哎呀 那你不行啊 你长这么大岁数 你出一个对象你谈 你咋这么可以 这个时候像她说什么话 相信咱家姑娘 姑娘 小王什么酒量啊 哦 我平时状态好的时候 也就半斤的量 那不行 叔叔状态不好的时候 才一斤的量 可拉倒吧 就你 喝一瓶啤酒都得吐桌上 你老茶什么嘴呀 那到头来不还是我收拾吗 我少喝两瓶不完了吗 不是 之前年你往家里拿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没得说 这事太说呀 你老跟孩子比什么呢你了 我跟他比啥了 就是不太行啊 哎 我觉得呀 我就是不太行嘛 不是 老白 老丈人这些女婿肯定是咋丑咋不满意 你得理解 啊 丈母娘不是喜欢你吗 是你丈母娘喜欢你 不是 关键我也紧张啊 这氛围 这太吓人了 我不行 老白 老白 你行 你真行 宝宝 我真不行 我真不行啊 我太紧张了 我刚刚在屋里边练半天了 我完全不知道 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去见你爸妈 哎呀 你不用紧张 快过来吧 我妈把鱼都给你做好了 更紧张了 放心吧 我爸妈人都很好的 你就展示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那个才是我最喜欢的 那 那我应该带什么酒去啊 红酒白酒都带着呗 但其实我爱喝啤酒 那就一起戴上吧 那行啊 我就找个礼盒 把三个酒都装上 好 哎呀 我看刚才你俩好像 都不太想去的意思是吧 那我就不争了啊 我肯定得站到最前面了 这样一打开盒 就能看着我 哦 我的天哪 凭什么凭什么 你站在最前面呢 安大小哥也是我站在前面 安年龄也得我站前面啊 安 安 安徒生来了也是我站前面 我站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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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当代家长如何戴娃 我当爹三年有余 最大的感触就是 千万不能做老师家长 该讲道理讲道理 该上手段上手段 要是没点套路放身 还真是戴不了娃呀 那么各位想知道戴娃的套路是什么吗 诶 他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走过这点的路就是顺目的套路 咱要喝了 嗯 这么喝 不喝 你两个喝不喝 不喝 你看 是不是 只要流程到位 孩子啥吃不下呀 小时候 小朋友们走过最长的路 应该就是长辈们的套路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咱们爸妈套路过 对吧 我想说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家里边呢 花钱买条鱼 妈妈不舍得吃啊 那鱼肚子的肉啊 都给我吃了 我就说 我说妈 你也吃点 我妈就说 哎 你吃吧 妈呀 妈呀 不爱吃 妈只爱吃鱼头 后来呢 我来北京发展 一年才回一次家 回去呢 跟我妈吃饭 我突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说妈呀 我知道小时候 您是故意把这个鱼肉给我吃 你看现在我大了 咱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好了 您怎么还是只吃鱼头呢 我妈还骗我呢 鱼肉你吃 我就是爱吃鱼头 我说妈 我知道您是真爱吃鱼头 但是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剁椒啊 剁椒啊 其实不管是父母对我们的套路 还是我们对他们的套路 都不是贬义词 而是一种家庭中的表达方式 套路的内核是爱 是智慧 更是亲情的一个缩影 即便我们彼此被套路了100次 也愿意第101次被彼此套路 分享快乐发现不同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加入我们的央友圈 旋转俱乐部发布脑洞视频 把你们的快乐分享给我们 旋转俱乐部 因为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我手做撒行吗 行 来 撒把 这是在时下的热点 你这是 是不是整热了你啊 热了 你们两个 那个 老板上 我大哥是老手 女孩 女儿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给咱姑娘的曲名叫魏珠